上世纪末,旋坠钓传入大陆 越来越多的钓友熟知并爱上这样一个全新的钓法 二三十年间,旋坠钓在大陆也已经愈发成熟 人们也从最早的无视底做钓到现在借助底做钓 这其中发展变化最大的就是浮漂 从最早的植物节感到动物羽毛 再到现在的各种类型的浮漂 浮漂的演变也彰显着钓鱼水平的高速进步 现代浮漂替代传统浮漂已成为大势所趋 从任何一种情而能浮在水上的物质都可以当作浮漂 从物漂到油漂 浮漂的主体作用就是让钓鱼者在水面上直到鱼翅了 再把鱼钓上来 有人说浮漂是钓鱼人的眼睛 是沟通人与鱼之间的桥梁 也正是因为有了浮漂和迁锥钓组才会有平衡的状态 而当现代浮漂被钓鱼人逐步接受之后 选择浮漂 调漂等全新的问题又出现在了钓友的面前 那个年代 从调丝钓变化 调墓 我记得就是经过了好几年的时间 仅仅时常也有了鹰味的浮漂 近年来 由于钓鱼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各种有针对鱼类的浮漂不断被开发创新 在那个浮漂刚刚展露头角的时代 达摩漂 可修漂 卢尾漂等一系列硬尾浮漂 引领着一大批钓鱼人在玄坠钓法上 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质的飞跃 也就是这个阶段 隔中对宣徒钓法的穿梭啊 也是充满了这个钓鱼泉 有的吧 带着疑问 有的吧 他就说得很深化 这简直是不可想想 尤其对富漂 由灵敏点这一说 那更是说得是或灵或陷 大陆钓手刚刚接触玄坠钓之时 在被这种神奇调法所吸引的同时 人们出现了争论 灵敏点 归灵点等等一系列新鲜术语 随着旋坠钓的发展 在钓鱼当中蔓延开来 为了找一只灵敏点的富漂 大家都说嘛 说这优质 只要这只富漂有灵敏点 那就非常好用 或者说是钓鱼好时 所以我每天就在玻璃缸里啊 使来使去 富漂的灵敏点 顾名思义就是富漂最灵敏的位置 换言之就是当鱼以相同力度吃耳时 富漂动作最大的部位 就是我们要寻找富漂上所谓的灵敏点 这是我专门找了一个 这是二十多年前啊 我还是这样做实验的 现在呢 手都有点这个神速了 根据咱们这个通词 多大能拿一目的这种这个说法啊 我先试出多长的通词 我这手里拿了一根通词 可能是不太容易看 刚才看了啊 是在拔木上 我把这个通词呢 挂上去 切木耳就吃的比较少了 不太露黑格 这就说明这根通词呢 长度差不多 咱们就以这根通词为标准 把它拿下来 尖这么长的这个通词做实验 灵敏点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 但在钓鱼圈 不少钓友对灵敏点深信不疑 觉得只有浮漂达到了灵敏点 做钓时浮漂信号才会最好的展示出来 一样大的铅皮或者说通灯厂的通词 挂上以后拉下一磨 再挂上一根拉下一磨 多一点少一点呢 这个都证明了不 就说你或者一磨多一点 或者不再给我一磨的时候啊 它就说明什么 还不行 这还不是灵敏点 必须得拉到什么程度啊 必须突然加了一根通词 到了一定的末竖的时候 这一根通词呢 一下拉出了一磨多 这个多的比较多了 就说是一磨半了 这个一磨三四了 哦 说这就是灵敏点 所以我们呢就一直在这样使 咱现在开始挂 挂着第一根通词实验 八磨 现在到了七磨 咱们看看这是七磨 这说明了还不到零米的 咱们再挂 当把铜丝挂在浮漂上 加入铜丝后的浮漂浮力 与牵坠的重力之间的平衡被打破 浮漂就会向下滑动 加入的铜丝越多 向下滑动越多 好 大家看了 刚才是五亩缸下 现在呢我架了一根通词 已经到了三亩这个黑盖了 那么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我这一根通词 已经拉了 接近两磨 同样大的一根通词 就在这个浮漂隔墓上 原来是一根通词拉一磨 一根通词拉一磨 现在呢一根通词拉了一磨半 好 这就是我们传说当中也把 时间经这个实际操作也把的 这个灵明点 当浮漂下滑到四目到五目左右 此时加入的铜丝 会将浮漂向下拉一目多 接近两目 而该墓数也就是之前 大家所认为的灵明点 当我在怀疑的时候 在反复看浮漂的时候 那个脑子在动的时候呢 为什么这一格是红的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红格就是比上边这个驴格 和下边这个驴格啊 都断了一块 所以当我看到这种现象 这一个红格比其他隔木短的时候 它瞎拉到 这个一目多一点的时候 它肯定是必然的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只想 突然拉下一目多一点 或者更多一些的时候 这就是灵明点 都迷糊在追求那个灵明点上去了 这个灵明点是一个不存在的史诗 旋坠钓的概念就是重力加浮力等于零 也正是有了这个相对静止的状态 才能显出浮漂的作用 从旋坠钓传入大陆之初的 调四钓二 到如今调零 钓盾 无不显示出钓鱼人的进步 在外边到什么地方就得说什么话 如香随学 这钓鱼也这样 好多钓鱼的理论 讲的都是偷偷知道 听着也非常符合逻辑 但一到了险长 一时间问题就出现了 在野外进行作调 要懂得随即应变 不论天气 气压 渔情 水情 任何一种情况 都会对作调有着影响 而且在浮漂的选择上 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小漂 体积小 持千量小 较灵敏 大漂 则正好相反 体积大 持千量大 较为稳定 气压不高的时候 水 受到自然因素和人味因素 干扰的时候 又都不爱开口 用大漂的时候 你比方说 在这种前提下 我用了这么一个大的漂 那么你老是感觉着没信号 那么就要选择什么 选择消漂 这个消消到什么程度 这个还取决于咱们在现场的钓鱼人 自己的那种对于情分析的感觉 如果说于疯狂车上渔的速度特别快 下期就来 正常的水位 气压也正常 在这种条件上呢 这个或者说是 有风 有浪 有舟漂 就是舟水 那么我们就要选择大一些 汇着相对比较大的漂 现代浮漂的多样化 给了钓鱼人越来越多的精细的选择 在浮漂上 钓鱼人也会根据选择不同的漂 面对不同的水域进行选择 但是不论选择什么样的浮漂 怎样调整 其目的都是为了有更好的渔获 我看这个领 所谓的领盾是什么原因 因为那个时候呢领盾呢 有的人说跳高为领 有的人说是跳底为领 在调上 这个一见不遗 而在吊上呢 好像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 吊得越低 越灵 做调当天 华老师去到的是 林寅市树河下游的一段自然水域 该水域内小鲫鱼偏多 野生鲫鱼 以浮游生物 水草为主要食物 我今天在这里呢 专一只 应该说也是 是属于小型瓢当中的 留大一点 我准备什么 调三木 调两木开始 用蓝 二纳我也准备用形象了 我调好三木啊 我再加一点钱 再调出个瓶水 调这两种木树呢 也是经验 调几木 海里通过湿吊 或者说是在吊当中呢 发现问题 然后再去调整 调木 我呀 咸火 而在那醒着呢 我再调瓶 做调当天 以雨天为主 气压 一千零四百帕 气温二十四摄氏度 风力三级 在咱们这个地方 调野生的小鸡尾 清香尔就行 如果是在东北现在 雨也开始吃尔了 我认为它就是加兴 但是一到了长江新南 兴就不太好用 所以说呢 这个永儿 也是引地之一 我今天呢 用四号六号 加一点这个死戒啊 应该把它 因为雨消 把它拉出一个 非常好的状态来 可能调的 调活率更强点 当然我们还是看 跳三木 调两木 或者我听调平说 怎么调 管你还要看 这个作用 调木与调木 是钓鱼人根据 不同水情 鱼情进行改变 通过浮飘 反映水下鱼吃饵的状况 至于钓鱼人 能够更准确地发现 鱼吃饵后 羊肝起鱼 现实的钓法当中啊 并不是说 我调的这个钓的越地越力 这个和钓法运用 是息息相关的